来看到是蚯蚓到底跟地震有没有关系呢 南东县周辽乡的永乐国小在11号就出现了 上万只的蚯蚓钻出地面的情形 也因为南投呢在上个礼拜才发生了规模期的强症 加上网路上啊有查到说呢 日本曾经研究过蚯蚓跟地震的关联 让师生现在很担心就怕地震 是不是又要来了 学童来到操场议论纷纷 随手一抓就是一只蚯蚓 不仅如此草丛里还有许许多多 竟在一系间全钻了出来 很多蚯蚓然后看起来很恐怖 就闪闪发亮的 然后就大家一起来帮忙把蚯蚓掃到草地上 位于南投的永乐国小学童 11号来上学时发现操场大批蚯蚓涌现 机梯往西北方向迁移 蚯蚓兵团数量庞大 赶紧报告老师 老师看了也吓了一跳 说20年来没见过这种现场 在这里待兴几年也都没发现啊 我们第一个想到说是不是地壳又要发生变动 会不会有那个大自然地震的现象 老师发挥研究精神上网查资料 发现日本那有研究 说地震前电流变化会导致蚯蚓大批爬出洞穴 加上上星期才发生的大地震 这可让师生都很紧张 担心又有地震发生 倒是特殊中心要大家放心 说在季节变化的时候 蚯蚓常会大批钻出洞集体迁移 认为和大地震的关联性很低 他平常有可能出现的地点比较偏僻 大家没注意到 所以就误以为说没有这种现象 九二一大地震前 南投县曾出现数量庞大的马路 曾文水库有大量的鱼死亡 被很多人视为强震前的征兆 这一次蚯蚓大批迁移 在文正害怕的南投 民众听了还是提心吊胆 中文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